沉香树洗土层后,腐植至多的湿润而疏松的砖红土壤或山地黄土壤 一般生于海拔400米以下,年降水量1600至2400毫米的环境中 为若阳性树种,其幼苗时较耐阴湿环境 沉香树的定值一般在每年春季的三至四月间 气温回升,春烧尚未萌冻或刚萌冻时尽量选择阴雨天进行定值 成活率可达95%以上 一般种植户可以向有规模的专业苗厂购买种苗 购买时要挑选状苗 要选苗高10厘米以上,净粗叶密,无病害的苗木 净细,叶梳,烧黄的苗,成活率低,不要购买 一般要选用带庄苗为好 如果选用带庄苗,种植季节相对宽松 种植效果较好,成活率更高 定值前要准备好定值地 准备定值的地块上要去除杂草 板结的地块要伸翻土壤 以伸翻20厘米为仪 可同时开挖定值学 10厘米左右的小苗 其定值学为长和宽30厘米左右 深20厘米 开挖定值学还要考虑定值的密度 沉香树的造林密度不能一概而论 要是立地条件而定 水肥条件很好的地方可密值 就是株距100厘米,杭距200厘米 每亩种植300株左右 如水肥条件好,较平坦的地块 可充分利用土地 多采用杭距100厘米 株距100厘米的密值方式 则每亩可种植600至800棵 这种密值方式只适合土地平坦 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管理的情况下采用 土地不太肥沃 雨水偏少 特别是山地种植 要加大兼具 采用的株距200厘米 杭距250厘米 每亩种植180株左右 下面介绍一下沉香树苗的定值方法 拔好定值学后 这时要配合投放底肥 每株用量 复合肥50克 结合回田表土混合均匀 避免根系直接与复合肥接触 栽苗时植株直立 回田表土 用力按压 有营养袋的苗株 最好带袋栽植 成果率高 那个种苗啊 一般是种植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消点水 过一段时间就看天气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在一个星期后还要补水 比较干皱的地方 还要在两天到三天再消一次水 栽植后 浇定根水 春天定值后 南方地区基本进入雨季 也可不用浇水 为充分利用土地 及时拔除死苗 或有空地 要注意及时补苗 补苗一般选大苗 苗高一百厘米左右 定值学也要稍大一些 定值学的长和宽 四十乘四十厘米 深三十厘米 定值后的一年至第六年 为幼树的辅育期 定值后的当年雨季末期 定值苗长了不少 依土肥条件的好坏 定值苗的生长会出现一定的差异 土肥条件好的 长得就粗壮点 土肥条件差的 管理没有根上的 幼树长得就细弱点 每当雨季过后 杂草丛生 要及时对幼树进行 除杂 除慢 除草 松土 阔穴 施肥等 辅育管理工作 幼树的辅育期 每年进行两次 分别在雨季前后 各辅育一次 杂草过多 威胁小苗的生长 辅育当年的小苗 要格外小心 除草时 避免将小苗 除掉弄伤 要减少杂草 除草时 要将草连根刨掉 刨掉的草 可盖在小苗根部保湿 两至三年以上 小树周围的杂草 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除草 可在树下挖一个穴盘 将除下的杂草 埋入其中